釋迦摩尼佛给我颁奖 我把那个红色的布 一层一层地打开 里面有五个眼睛 这五个眼睛竟然飞在我的脸上 变成五个眼 若眼 天眼 华眼 慧眼 佛眼 是无眼啊 这五只眼睛 除了研究在作者连生活佛脸上的肉眼外 其他的四个眼睛 让作者照见多次元空间 所显化的一切现象 也照见了真空无相之理的智慧 一切法门 一切种智 而作者将这一切真实所见 体悟所思 记录于书中 这对只具肉眼的读者而言 就是奇想 就是奇事 故选择连生活佛 2021年三月之画作 真相 作为新书 一览子奇想的封面设计 基本元素 而连生活佛在讲授金刚经时 一再强调 凡有所向 皆属虚妄 因此 他的这幅真相 其实就是无相 而无相 是佛陀所说 与道 何者大 是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连生活佛新书的奇想 正是将所有佛法 全部融合 是与道合者 是大圆满 是无边 是无际 岂是一个实体篮子 可以装载 篮子 应也只是个意象而已 故封面设计 以竹边纹路为底称 象征之 谈到篮子 不禁让我们想到 用乌黑竹篮 装水的故事 以此比喻 读书过程 就像是用竹篮子 打水一样 虽然水 每次都会从竹篮 缝隙中流走 表面上看 竹篮 好像什么都没有装到 但不知不觉中 人的心灵 就像是竹篮一样 以及被进化的 陈彻明亮 所以读者们 可以想一想 为何作者 连生活佛的奇想 是用篮子来装载呢 本书作者 是透过所撰写的奇想 或奇事 来传达佛陀及圣贤 在经典中 所教室的抽象意涵 我们来看 下面这一则奇事 2021年11月13日 连生活佛 在千骚法船的超度法座上 当他招请 中英上法船的时候 去哪里 这个去哪里 这个去哪里 去哪里 请问 这个法船是要去哪里 你问哪 你问哪 法船要开往西方净土 你们为何不上法船 那是哪里 那西方净土是哪里 西方净土是哪里 哪里 哪里 我们去哪里吗 我们去哪里 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要去天国才对啦 你们是基督徒 是的 阿们 好吧 我在千骚法船之外 再加派一骚法船 送大家上天国 我用水给你们洗礼 让你们归以赴耶和华 指耶稣圣灵的名 阿们 阿娇 阿娇 你怎么没上船 嗯 我不想走了 我爱上你了 不行这样 供请金甲神 在 阿娇 请把阿娇 押上法船 阿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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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çar 阿娇 不像超度 佛陀也講到 法界無愛 無愛法界 它是等於 所有宗教界整個融合成為一片 沒有妨礙 我個人不排斥基督教 我的心等於是包容的 做到這一點 就叫平等性質 也是大眼滿智 所以一片片奇想奇事的閱讀 就會讓您感受到 猶如竹籃子打水一樣 是不斷地在洗涤與淨化我們的心靈 另外 連生活佛在書中提到 他的奇想是 自然 明空 法爾 雙韻 任運 這境界 就如同他近期 2021年10月的一幅創作 遨遊天地 法爾本然 因此 本書就以此畫 隨書附贈 祝大家 開卷有益 敬請期待 即將於2022年3月7日 全球同步發行的 連生活活 盧聖燕文集 第二八八冊 一欄子奇想 一天一小品 這本作者用故事引導佛理 深入淺出 進化洗涤身心靈 值得您細細品味 反覆思索 各種乏味的好書 請期待